1.5磅 我是陳思拉 歡迎來到陳思拉厨房 我今天會做一個很適合夏天吃的菜 就是梅子鴨 我現在就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就是 一隻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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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5磅 不过除了你们的东西 你买小一点 或者做一半都可以 做半只鸭也可以 半只鸭 材料就减一半 这就是鸭 我洗净 我就斩了头 因为我们就不吃头 所以我就斩了 但有些人喜欢吃头 你就可以留下它 还有鸭脚 我先斩了 不要等它撑住 但我都会炆上去 还有鸭尾 我也斩了鸭尾 因为鸭尾有两粒 是会很酥的 如果你一起炆 就会做到整个菜 都会好 一阵味 所以我就斩了鸭尾 另外洗净 如果有些毛 你就 撕掉它 清洗净 洗净 现在就要洒些老抽 在上面 1汤匙 老抽 最重要是要抹干水 抹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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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拿去煮 然後我們就有五粒的酸梅 酸梅即是一瓶瓶賣的 或者香港那些有散賣都未定 但這裡就一瓶瓶就是那些醃酸了的梅子 我這裡有五粒 輕地壓一壓爛去 五粒的酸梅 還有兩湯匙的磨屎醬 或者你用麵絲醬也可以 磨屎醬只是磨爛了的麵絲 兩湯匙 有一塊的片糖 我就切碎了 等它稍後容易溶化 一塊的片糖 兩湯匙的老抽 兩三片薑 切後片就 這裏我這次的乾蔥頭很小 所以我用了三粒 大小的就用一粒 因為我需要三粒的乾蔥頭 三粒蒜頭 一粒很小的八角 一粒很小的青檸 一粒小的青檸 青檸檬 我突然忘了中文是什麼 青檸檬 一片小的果皮 浸軟了 我現在要先煎一煎一隻鴨 我燒熱的鍋 加兩湯匙的油 煎一煎一隻鴨 放空氣 再煎一下 煎至半分钟 煎至半分钟 这边煎了2分钟 反过去煎第二边 移一下 尖部煎不到也不要紧 反过去煎到旁边 煎一会就可以了 现在差不多了 拿起鸭 煎到2汤匙的鸡 煎到鸡 加入姜 干葱 蒜 炒一炒 炒一炒 加入八角 桂皮和 刚才我忘记了 先年文是什么 我现在记得是桂皮 和果皮 拿出来 炒一炒 放下的酸梅 和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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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冰糖 冰糖煮一煮,让它溶一点 肉煮一煮,然后加入老抽 倒入酒 一汤匙的绍兴酒 关火 关火,因为我关火 想搅一点酱 加入鸭肚子 这里我给大家看 鸭肚子搅拌 搅拌一点 搅拌一点,不用搅拌太多 因为鸭肚子有点味 大约2-3汤匙 现在我又开了鸭肚子 关火 把鸭肚子放进去 我们现在就加水 要我就预备有点滚水 记得要加滚水 不要加冻水 我就加水下去 炆 加到鸭肚子的一半 一半 再煮一下 再放入鸭肚子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是滚水 放入鸭肚子 盖上盖子 煮一下 用中慢火 用中慢火15分钟看它一次 15分钟要翻一次 就是要炆一小时 现在我收中慢火 现在炆了10分钟 中慢火就是这样 不是滚得很重要 用中慢火全程用中慢火来炆 炆了15分钟 然后再炆了15分钟 现在这只鸭鸭已经炆了1小时 中间我已经翻了3次 应该就熟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 拿起鸭鸭 拿起鸭鸭 然后让鸭已经 Elle近 cerد了 因为鸭片要出很多油 塞了干油 如果您喜欢要吃比 battOULD cię , 好的 如果您喜欢吃软一点 就是会炆更长 炆成15分钟 现在一个小时 就差不多 омина ird ain't necessarily 鸭肉很柔軟 有些鸭肉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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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約一個多小時 煮熟 撕掉油後 隔開渣 現在預備一個小鍋 把汁倒進去 隔開渣 炆起生熟 煮第四塊醬汁 廚點 炒鴨後 就放在上面 蟹被壓爽 要移緩至暖 如果炒湯 再 손姑娘 就將熟出 Feld 數量有些滑출 用大火煮一煮 让汁淋缩 我喜欢加芋头 煮到酸酸的汁很好吃 今天没有加芋头 煮浓缩的汁 煮到差不多 可以试味 现在汁收到差不多 我们试味 如果你觉得太咸或太酸 太酸就加糖 如果太咸就要加点水 就调味道 现在用半茶匙粟粉 加一汤匙水 煮薄薄的芡 让它稍稠稠 如果浓到鸭里 就会黏住鸭 不用太稠 少许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可以 斩了一只鸭 就淋在鸭上 淋在鸭上 鸭已经斩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淋在鸭上 这只鸭是鸭 很适合夏天吃的 因为酸酸甜甜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而未订阅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和分享 多谢大家 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